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三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就讲第四个问题 叫做对全球文化的极点思考 那么在前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呢 我们已经树立了这么一个看法 我们说呢 研究的单位越来越大 起先就是研究一个世界 研究一个国家 后来研究一个文明 后来研究一个人类 后来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 人和其他生物的关系 研究的单位越来越大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们从刚才的研说当中呢 已经看到文明与文明之间了 其实是有种复古性的 你比如说西方的那个文化 它是一个底座不大 但是强调高精尖 我们说它是智者的文化 但是东方的文化呢 底座很大 但高精尖呢 有待于发展 西方文化呢 它呢 是一种政府性的文化 那么它呢 是一种那个像极限挑战的文化 那么东方文化呢 它是一种整合的文化 它是中庸的文化 它在这个中庸的里面呢 随时随地都在更新 我们还谈到了西方的文化呢 有一种求心求意的这样一种发展 那么也就是它 它们呢 对新的概念特别敏感 对旧的东西呢 很容易抛弃 那么东方文化呢 有一点东方的完美主义 我们把它称为求全责备 我们呢 这样一种文化呢 举刚才这些例子呢 我们就看到文化与文化之间呢 其实是可以互补的 所以呢 我们就来谈我们今天要谈的那个问题 就是下一个问题呢 就第四个问题 我们要谈的是全球文化 那个需要研究呢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们先来谈一下研究的动态 介绍一些学术的动态 那么全球文化这个概念提出呢 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的下半页 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呢 学术界乃至于一般的民众呢 才开始普遍地重视全球文化的问题 认为这很重要 因此呢 人们就开始一种十分关切的 就开始以一种十分关切的态度 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 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是由现代世界发生的各种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问题引发的 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著名学者 名字叫做约翰·汤·林森 或者John Tomlinson 这个人呢 就把全球文化呢 这么来称呼的 他说全球化位于现代文化的中心 而文化的建立 就是文化的实践呢 它呢 是位于全球化的中心 他把全球化和现代文化呢 联系起来了 所以全球化位于现代文化的中心 而文化的建立呢 则位于全球化的中心 另一个研究全球化的国际权威呢 叫做罗兰·罗伯逊 那个罗伯逊呢 就这么说 他说把世界浓缩为一个单一的地狱 全球化一来 整个世界就被浓缩了 它就变成一个浓缩的地狱了 不在意民族国家划分 不在意欧盟划分 不在意亚洲划分 它变成一个文明了 那么还有一个学者 他的名字叫 马康姆·沃特 马康姆·沃特呢 就这么来说 他说全球文化 不地是一个娇高的发展城市 他说物质的交流啊 是地区性的 政治的交流是国际性的 象征符号的交流是全球性的 这就是说呢 它还分各种事物的交流 政治的交流 政治的交流是什么 国际性的 象征符号的交流是全球性的 而物质的交流是地区性的 那么上述的研究呢 都表明了全球文化具有伟大意义 什么意义呢 就是这一意义 迄今就是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 人类学家都认为这是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有个人 有个学者 他的名字叫 克利弗·基尔茨 那个克利弗·基尔茨 或者我们叫克利弗·基尔茨 他就这么说 他说文化不是一种力量 它是一种被社会世界所决定了的事物 这就是世界决定论 文化是派生出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学者 叫做马丁·阿布罗 阿布罗就说 全球化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他这么说 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 全球化时代 以史无前列的方式 把世界向我们开放 那么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些人 一个叫汤姆林森 一个叫罗伯逊 一个叫沃特 这些名字呢 已经成为对全球文化看法 各种各样的全球文化看法的象征 传统的对全球化 所做出的最初的学术性的研究呢 经常遭到人们的曲解 有的时候 甚至陷入了政治事件的泥潭 在各种研究兴起的基础上呢 文化学者们 不再能够容认这样的观点 就是全球化仅仅是政治的 经济的运动 或者是跨地区的大区兴起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说到全球化了 就会说这是政治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 或者兴起了像欧盟 欧洲联盟 亚洲联盟 这样大区域兴起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这种传统看法呢 现在遭遭了挑战 取而代之的是 学者们已经开始 由社会学家和媒介传播学家 所急速开辟的世界联系网络上进行研究 重要的学者 就是刚才我们提出的 那个汤姆林森 他提出全球化是个多维度的观点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全球化和文化 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考察了世界的联系网络 他说呢 世界的联系网络告诉我们 我们不再能以 在以前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 社会的技术的环境的解释中 为全球文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他相信这里存在的是 一种多维度的全球化 其中文化的维度 是一个需要对其进行 单独研究的核心领域 那么汤姆林森把全球文化 变成一个专门要进行研究的 这样一个领域 想说明呢 全球化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探讨各地人们 互相联系的那么一种关系 汤姆林森呢 力图让学生们避免 力图避免让学生们认为 仅仅是文化之外的因素 激发了全球的文化 那么汤姆林森的观点 和其他人的观点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一 汤姆林森认为文化是独立的 在一个全球的画的框架里 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维度 就是因素 就像一个人体之内 它有一个心脏 有一个肺 还有一个胃 它得担当的不同的功能 重要的功能 那么你也不能说 是政治的全球化 引发了经济的全球化 或者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 引发了文化的全球化 而应该把文化 当作一个单独的单位 一个重要的部分 来进行单独探讨 文化是什么 文化很重要 它是和政治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 文化的全球化 联系在一起的 文化的全球化是个动词 它说明不断地走向全球 不断地走向全球 但还有个名字也同样出来 叫全球文化 那么什么是全球文化呢 它有些什么内涵呢 也是我们太争了 所以呢 这个单独领域的研究呢 它实际上是开达了一条 非常重要的研究的途径 汤姆林森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它不能在以往的研究的范畴里 为全球文化找到一个位置 它其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那个物质性的手段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 我只是一种物质的手段 你不能说我研究计算机网络 国际交流的网络途径 就等于在研究全球化 也就是说 研究那个媒介的传播手段 并不等于你是在研究全球文化 一个是研究全球文化的物的基础 技术基础 而不是研究全球文化 所以汤姆林森的这些看法呢 实际上是很前沿的 也是很到位的 那么在文化学者为我们展现的这幅全新的画面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就是全球文化的研究 在急速的兴起 尽管目前这些研究 仅仅是理论性的 观念性的探讨 它的重要性 却是无法复视的 我们首先注意到 这种研究呢 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些 重要的研究课题 比如说 全球化和文化的关系 再比如说 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关系 再比如说 全球化 文化的传播的技术手段 和媒介的问题 还有 全球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当然还有一些它的后果 你既然全球文化开始流行了 开始传播了 就会对有些地区产生一种叫做 文化的归属感危机 还有超地区的文化传播原因 还有文化的差异问题 还有呢 社会文化之间的距离 文化的一体化 和地方的保护主义等等 还有呢 全球文化 取代面对面交流的可能性 当我们这些课题 都全部的提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感到 这是一个很庞大 很爆炭的研究领域 尽管我们所做的研究 现在还是理论性的 都限于理论的归纳 和观点的整理等等 但是呢 我们看到 这些观点 是互不相同的 是存在着争论的 在这个方面呢 参加了人物 有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 在意识形态中 保持中立的那些历史学家 比如说有个人叫迈克 迈克 还有一个人叫盖罗 还有一个叫印度 学者 他的名字叫 哈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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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发达中国家 发达中国家和那个落后的国家 或者是在欧洲 或者是在亚洲 或者在非洲 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那么这里面我们所缺乏的 正是这些地区性的调查报告 而以上我们所说的那些学者呢 就是对那些地区性的影响 做了很严格的实际调查 这样呢就使得我们 更加深入地研究 全球文化的影响 成为可能 那么随着全球文化的研究的 逐步深入发展 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限制问题 也逐渐地浮现了出来 为了叙述方便呢 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些问题 概括为原因内容和影响 三个方面呢 来加以讨论 首先呢我们来探讨原因 为什么会变成全球文化 原因何在 就这么个问题 那么 汤姆林森他就最近呢 再次强化了自己的一贯的观点 他的一贯的观点就是 文化有别以支持他的科学技术 文化是文化 计算机是计算机 因此呢交流技术的提高 不应该被视为 全球文化兴起的主要原因 全球文化兴起是这个东西 本身出来了 而不是因为世界网络化 不是因为计算机网络化 不是因为有媒介的提高 所以汤姆林森这种强调呢 目的就在于纠正一种倾向 什么倾向呢 就是把网络的发展 当作全球文化出现的原因 或者说 人们在讨论文化的时候 其实总是在谈论 另一个与文化不尽相同的东西 就是文化借以传播的手段 如全球化的通讯 媒体的技术等等等等 在这一点上呢 汤姆林森举出了 安东尼基等的例子 来加以批评 也就是他批评那个安东尼基等 因为那个基等 在谈论文化的维度的时候呢 实际上总是在谈论 交流技术 如何戏剧性的 影响了全球化的所有方面 基等干什么呢 他谈全球化 就是谈技术 认为只有这样一些 媒介的技术手段 导致了全球文化的出现 汤姆林森不同意这种看法 汤姆林森认为 文化是文化 技术是技术 两个东西 有联系 不是一个东西 那么汤姆林森的这个看法 是一个标志 它就意味着 从研究全球化的技术 转向了研究全球文化的本身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认真关注全球文化传播的科学技术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当这个问题 一旦被人们接受了 那么你还要像以前那样 把全球文化仅仅当作科技的发展 来加以探讨 就会使人们感到很厌倦 汤姆林森就告诉我们 他说公正的说 在他把全球化的著作里 在他关于全球化的著作里 那个基等 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文化的观念上 以至于他把文化和科技 混为一谈 汤姆林森的做法 就是要把文化的维度的概念 从紧紧探到科技发展的概念中 脱离出来 乱人们直接研究文化本身 但是汤姆林森又是很谨慎的学者 他没有说 全球文化是不需要 良好的科学技术做它基础的 他说 如果你不考虑磁带录像网络电视的作用 你低估了经济因素 你脱离了经济因素 物质因素来谈文化的产生 那样你就会陷入维新主义的论调 所以呢 他的做法的一个方面呢 他既反对科技 是决定全球文化产生的原因 这一说法 他认为要区分 但是他同时也认为 这两者是有关的 全球文化的产生 必然应该有赖于 传播手段的提高 这个是关于原因的第一个讨论 在探讨全球文化产生的原因方面呢 与上述的看法类似 就是一个社会世界 导致了全球文化的出现 这一点上呢 汤姆林森也是有自己看法的 有一些人啊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人啊 他就是主张用世界来决定一切的 他说事件的发生 导致了全球文化的产生 那么在他们临身看来 与其说是社会世界在决定全球文化 汤姆林说是文化在参与各种社会世界 并产生后果 他这么说 他说事件上没有一个政治世界 还是经济世界 是没有文化参与的 所有发生的事件 其实都有文化在参与期间 大事情是这样 小的事情也是这样 即使是吃饭和挨饿这样的决定 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决定 这样呢 汤姆林森在论证文化 在个人集体对特定的事情 做出行为反应时 就有重要意义 换言之 但是文化不是由社会世界被动的 派生的产生的现象 而是至始至终 参与影响世界的决定 和行为方式的因素 任何事件的发生 文化都参与其内 这样的话呢 社会世界和全球文化 就是一种互相联系 互相影响的事物 汤姆林森这种强调呢 就表明了一种与传统的历史观念 相左的看法 就是不一致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因为在一个全球文化的世界里呢 联系和互动 往往决定世界的发生 发展和结局 汤姆林森的这种看法呢 目前已经在研究 现代文化的圈子里呢 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他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 比如说 当我们谈到一个事情发展的时候 我们会重视它的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军事因素 但是我们往往会 忽略它的文化因素 实际上任何民族 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考虑到它的国民性 什么叫国民性呢 就是一个民族的特定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 文化表象 文化传统 宗教 习俗 和特定的那些文化的方方面面 假如你离开这些方方面面 也就是离开它的国民性 去探到它的行为后果 那当然 你是不能全面的来理解它们的行为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